刘邦死后15年 脱钩大臣杀光他的敌孙 历史证明刘邦杀功臣没做错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每一个订阅都是对我一万分的支持 万分感激 汉高祖刘邦能从一个小小的似水亭长 变为开国之君 很大程度上是仰仗身边一群文臣武将的伙作 他也坦诚地说自己谋略不如张良 后勤不如萧和 打仗不如韩戏 之所以能夺取天下 在于知人善忍 建立汉朝之后 刘邦深刻感受到了功臣的威胁 大肆屠杀有军功的臣子 风水轮流转 15年后 臣子们也屠露了刘邦的后代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 刘邦杀功臣 春秋时期 岳王勾建十年卧心长胆攻破吴国后 大夫范里劝大夫文仲与他一起逃走 因为狡兔死 走狗棚 肥鸟尽 两宫藏 勾建此人只可供患难 不可供富贵 刘夏必定被朱杀 温种自是功高 不愿逃走 果然被勾建杀死 而汉高祖刘邦杀起功臣来 比起岳王勾建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初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 为了拉拢握有兵权的诸将 与被项羽分封的诸侯 承诺平定天下之后会保留他们的封地和军队 登基之后 迫于形势 刘邦的确履行了诺言 将一批武将与诸侯封王 可是他对这些握有兵权 拥有封地的诸侯王始终不放心 用尽手段将他们一个一个诛杀 第一个遭殃的诸侯王是赃图 赃图本是燕王韩广的部将 后来因其功高盖主 被项羽封为燕王夺走了韩广的封地 楚汉争霸时期 苍徒因为畏惧韩信而束手投降刘邦 得以保留燕王的封号 汉朝建立后 刘邦继续追捕项羽的心腹 苍徒害怕祸及自身 抢先谋反 很快便被刘邦镇压 第二位被杀的功臣是韩王信 秦始皇死后 六国纷纷复国 雍立曾经的君主后代为王 韩湘王的孙子 韩王信就是其中之一 韩王信是个强头草 一开始 向良用力的楚怀王势力大 他便投靠怀王 封地被刘邦攻破 他就投降刘邦 楚汉争霸时 他的军队被项羽打败 又归顺项羽 在楚军中受了冷淡 又逃跑回到刘邦身边 汉高祖五年 刘邦将韩王信封于尹川 命他防备匈奴 谁知韩王信不敌匈奴 又怕刘邦怪罪 反而与匈奴连成一线 起兵一起攻打汉朝 最终被汉朝将领柴武所杀 第三位是用兵如神 战功最大的大将韩信 在楚汉争霸时期 韩信仗助军工和军队 但是请求半是威胁的 让刘邦封他为齐王 刘邦怒不可遏 但还要靠韩信夺取天下 只能答应他的要求 相遇死后 刘邦甚至来不及庆祝 就闯入韩信军营 夺走他的兵权 并改封他为楚王 可见刘邦对韩信的忌惮之身 汉六年 韩信被控告谋反 刘邦将他贬为淮英侯 四年以后 韩信的弟弟又上书称 韩信有意谋反 这一次 在刘邦的默许下 吕后将韩信诱杀在长安宫中 随后 梁王彭月 淮南王英部 燕王卢婉 甚至是杨夏侯陈希 都悉数被诛杀 判出分封的诛侯中 只有长沙王吴瑞 因其封地偏远 势力弱小 并且挑不出错处 而得以幸免 将对自己有威胁的诛侯王 全部诛杀后 刘邦终于将自己的真实意图 公之于众 他与群臣定下白马之盟 约定如果不是刘氏子孙 却被封王 天下人一起击杀他 刘邦为了能使刘氏江山永固 以盟约的形式 断绝了异性称王的可能 二 功臣求自保 刘邦如此肆无忌惮地诛杀功臣 自然会引起其他臣子的恐慌 为求自保 许多臣子计谋评出 用尽方法打消刘邦的怀疑 第一位要介绍的自然是汉出三劫之一 封赏石功劳第一 最受刘邦器重 也最老成持重的相国萧和 平行而论 汉出的功臣之中 刘邦最信任的就是萧和 赐予他入朝不屈 剑侣上殿的特权 早在沛县起兵之时 萧和就开始辅助刘邦 一时尽忠职守 从不鞠躬自傲 可正是因为他的千聚和善 为他招来了祸端 自汉军入关以来 萧和就身受百姓哀戴 随着萧和的威望越来越高 刘邦对他逐渐起了疑心 为了打消刘邦的怀疑 萧和采取了自污名声的做法 用低价从百姓那里 强行买去土地 于是百姓痛骂萧和为贪官污吏 萧和十几年建立的名誉毁于一旦 刘邦听闻此事却十分高兴 失去了名誉的萧和 如同没有爪牙的老虎 怎么也翻不起风浪 萧和因此得以安全终老 比起萧和 同为汉出三劫 谋略第一的张良就洒脱很多 汉出大封功臣之时 刘邦让他自己选择 齐国的三万户为十亿 要知道功劳第一的萧和 也才获封一万两千户十亿 可是张良却只有 要了一个小小的刘帝为十亿 而刘帝是这对君臣的 出赐相遇的地方 封侯之后 张良不问政事 一心休道 晚年还跟随赤松子道长 云游四海 逃过了刘邦的怀疑 三 臣子杀皇孙 孟子说过 君知是臣如手足 则臣是君如负心 君知是臣如犬马 则臣是君如国人 君知是臣如土戒 则臣是君如寇仇 刘邦诛杀功臣 让臣子且惊且惧 臣子自然不会对他始终保持忠心 刘邦死后 汉惠帝刘盈即位 刘盈懦弱 朝政被吕后一手把持 吕氏外戚的势力 在朝中一手遮天 群臣苦不堪言 好不容易等到吕后去世 汉朝的老臣 与刘姓诸王一起诛灭吕氏 吕家众人被杀之后 群臣仍不满意 又盯上了被吕后福利的少帝 少帝是吕后之孙 惠帝之子 群臣害怕他长大后 会清算他们 一灭吕氏的罪过 所以先发制人 向全天下宣布 少帝不是惠帝的儿子 而是吕后从宫外抱养的孩子 可是除少帝之外 惠帝还有五个孩子 于是以陈平 周伯为首的汉臣 一不做二不休 将这六个孩子 全都说成是他人之子 与惠帝没有关系 合法地将之全部诛杀 随后 并迎立刘邦的第四子 刘恒为帝 视为汉文帝 从刘邦诛杀功臣 到功臣屠戮 刘邦的嫡孙 中间只隔了短短的15年 站在刘邦的角度 历史明明 他当年杀功臣没有错 甚至可以说得上 是杀少了 但换个角度想一想 若不是刘邦一味的猜忌 诛杀功臣 将君臣之间的情意 消耗殆尽 臣子们也不会如此 冷酷地对待他的后代 种恶因 得恶果 理故宜然 只可惜这样的恶果 没有报应到刘邦身上 而是连累了无辜的幼童 不免让人感伤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